我们现在要坐着地铁去故宫了 真开心 天哪 这里有实体风的感觉 这地铁口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风 我们今天满心欢喜地来到了故宫 然后想象中就是 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紫禁城 结果到了这之后就变成了这种场景 太可怕了 这人太多了 妈呀 到处都是人 今天晚上我们来吃一个北京烤鸭 对 看他们在擦烤鸭上面的油 看着好专业呀 这鸭子烤的都直冒油 其实我们的烤鸭马上就要开始变了 这烤鸭的颜色真是太好了 看着太有食欲了 今天晚上我们来吃一个北京烤鸭 现在我们要进去排队 这家排大肠队 哇 一进来这个大厅好漂亮啊 看我们凯琳睡得都不省人事了 现在我们进来排队等 然后一来了之后 服务生就给拿了好多这种小吃 这边就是一个自住小吃吧 就是在这个区域有免费的热饮 有热红茶 热豆浆 马蹄水 然后有点小零食 还有这种小饼干 然后还有一点小水果 前面还有二十多桌呢 还要排好久 这边翻台率好高啊 凯琳小凯爱睡醒了 一睡醒就开始吃 哇 他们这还送玩具 这服务也太好了 可以拧劲的 哇 看谁的小青蛙跑得快 真可爱啊 他们家的烤鸭一只两百五十九 然后加工费是一份二十五 然后除了烤鸭之外 他们也有一些这种 比较特色的这种北京菜 他们家也有这种 老北京的一些特色小吃 价格差不多跟我们那天吃的那个店 这两个小家伙这都还没开始吃烤鸭呢 然后光是吃他们等待区的这个自助 都已经把凯琳的肚子给吃得这么苦了 我的天哪 你们俩少吃点吧 一会烤鸭都吃不下了 我的肚子 你的肚子还行 看妹妹吃的呀 吃了一堆那个小零食 这小吃货 也看吃完了往这一讨 小小女汉子 吃完零食又开始吃小水果 好多人在这边等 然后现场就可以观看 师傅在这边烤这个烤鸭 一共有三个炉子 看着好专业呀 这鸭子烤的都只冒油 烤好的烤鸭就会被吊在这里 然后拿下来 放在这边 烤的颜色好好看 两个小可爱也来观摩一下 人家是怎么烤的烤鸭 这家生意是真火爆啊 这烤鸭就没间断过 不停的在烤 对 看他们在擦烤鸭上面的油 这俩看得可认真了 现在又把一只生的鸭子放进去 重新开始烤 它这边炉子就是一直在不停的烤 排队排的太多了 又出来一只 又出来一只 看着好有食欲 哇 是 再给鸭子另油 这师傅现场就在这儿给客人片烤鸭 哇 太漂亮了 哇 太漂亮了 我们最近用来找到最后的烤鸭 在这儿给客人家 看着很久 有点 有一点 不过 有点 有点 Yay 终于到我们了 走跟着爸爸走 哇 我们排座 激动的都摔倒了 不要这么激动吧 天呐 我们都已经排了 就有一个小时了吧 终于到我们了 哇 我们坐在这边 坐在这桌 入座入座 开始点餐啦 爸爸来点餐 看他们家连垫筷子的这个 都是小鸭子的形状 到了国内发现去哪个餐厅 都是给热水 然后问他有没有凉的水 说没有 全都是热的 送他俩的这个小青蛙 还挺好看 哇 看这边服务员都有这么多 看我们小小女汉子 真是 这个姿势 这个造型 好会享受我躺在这儿 凯文现在会用筷子了 然后凯琳现在还不会用筷子呢 现在只会用叉子 哇 这是送的枣 一坐到桌子上 就送了一叠冰枣 尝尝北京的冬枣 又冰又脆 我都听到那个咔嚓一声 好脆 开完前面下边那两个小门牙 马上就要掉了 都活动了 然后现在咬什么东西 都得用侧面咬 这要长横牙了 这是你的乳牙 这要不拦着 把这一盘冰枣给吃下去 来了一个炸丸子 这个炸丸子看着好好啊 这还配了三种小调料 蘸这个小丸子 哇 他们家这个丸子 外酥里嫩 好脆啊外边 那个外皮特别的焦脆 现在上了这个小料 有黄瓜丝 还有葱丝 白糖 这边又配了甜面酱 还有两个山楂条 他们家的这个小料 是要加钱的吗 如果吃完 免费续的 哇 这还挺好 其实我们的烤鸭 马上就要开始变了 这烤鸭的颜色真是太好 看着太有食欲了 这第一份来了 他先骗了鸭胸上面的鸭皮 对 听说这个皮就是入口即化 蘸点白糖 对 放到嘴里看有没有化 挺好吃 蘸点白糖 然后放到嘴里 特别好吃 好香啊 第二份来了 切好的鸭肉 又来了一份饼皮也来了 一大锣 哇 好薄啊 那我来卷一个 来卷一个饼 放点葱丝 再来烤鸭 100分给几分 9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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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高的分啊 点了一份回香饼 我还以为韭菜盒子呢 我以为 好吃吗开温 10分 满分给了9分 小吃货又开动了 奶奶给你卷一下 卷饼 奶奶给你卷了一个卷饼 吃吧 嗯 对 真香 完了 他吃饱了 他吃饱了 刚才不应该让他吃那么多 嗯 这个回香饼也挺好吃 嗯 他们家不只是擅长做烤鸭 其他菜也挺好吃 对 蘸点醋更好 啊 来了点蘸料 醋 我们点了一整只烤鸭 然后一压两吃 压价用来做了一份汤 里面放了白菜 粉丝 还有炖豆腐 嗯 吃饱喝足了 我们现在要回家了 现在爸爸去买单 这家总体来说挺好吃的 唯一的不足就是 我觉得有点太淡了 就是盐好像不太够多 吃什么都挺淡的 也可能是我的口味太重了 可能 我们现在要坐着地铁去故宫了 真开心 今天人不多 地铁里都没啥人 天哪 好了好了 一下来就好了 刚才风特别大 今天人少 好吧好吧 尖叫了一声 这给他垃圾洞的 准备上车 走 走 走 好 在这站着吧 这两节车厢的交接处 这个地方 好危险 到站了到站了 我们下车 坐到天安门东 然后再走到故宫 好久没有回国坐地铁 然后现在一回国坐地铁 都觉得可幸福了 这种特别热闹的感觉 妈呀 这怎么出个地铁都要排大长队啊 哦 他这边慢是因为 让出示那个身份证 有身份证才能出去 出站乘客排好两队 出示身份证 哇 也完身份证了 赶紧走 我们那个故宫 还提前预约的12点之前进去的票 哎呀 睡了了 开头 我们提前预约的那个12点之前的票 超过12点就不让进了 现在故宫进去都是要提前预定的 就不是你想去就去了一样 要提前预约好才行 都有时间段的 没想到这一路这么长时间 所以现在时间有点紧 哇 这电梯这么高 哇 这边人真多呀 啊 这进出都得刷二代身份证才行 天安门这边整个进出都是要刷身份证的 还出现了清朝人 又发现了清朝的哥哥 整个沿着这个南池子街一直往前走 走这条路就不用穿过天安门了 这整个沿途都是各种各样的小店 哎呀 这人气呀 人气太棒了 车多人多 还有好多清朝的清朝的什么德国呀 什么皇后啊走在这儿 清朝人穿越在这里 我看你给累的 是一路小跑 我们一路小跑 累死了 因为他卡着一个十二点之前必须进去 要不然我们预定门票就太废了 终于到武门了 太不容易了 太可怕了 这人太多了 妈呀到处都是人 想不到这故宫的人量有这么大 看这武门上好多人在那儿 这点上也能上去 故宫也被称为紫禁城 是中国古代皇家宫建建筑的代表之一 有着六百年的历史 曾居住过明清两代二十四位皇帝 作为紫禁城门面担当的武门 是故宫的正门 也是故宫东南西北四个出入口中 最为气派的一个门 来到武门前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武门的庄严肃穆和气势恢 武门正中间的门洞 曾是皇帝的御用通道 这里的大门高耸且厚重 彰显着皇家的礼仪与威严 好灰红的城门 来摸摸这个大头点看看 这就是明清两代的门 插着两个门的这个栓都这么大 好粗好长的一个栓栓 开门凯琳开门吗 回头 嗨 好 I've got my hands on the wheel I'm pushing over the line I don't care how it feels I'm looking through the eyes I'll heal my heart to believe Whatever way that comes Won't get the better of me I've got it under control We now sit here and rest I'm looking for Однако 278公固IS It's really done I do it cómo來這怎麼都是 特別消耗體力 現在都沒勁了 然後先吃飽喝足 我們在開始逛紫禁城 blending開嘴撐的 他们又找了一个特别安静的角落 我们就坐在这儿 先野个餐 来吧吃吧 先吃一点面包 吃饱了我们才有精力逛 今天逛这个紫禁城 怎么也得花四到六个小时 才能把它我们想去的地方多逛一遍 我们来这个故宫门票倒是不贵 就是一个人就是20块钱 但是进来了以后 就是他这边水是4块钱 然后饮料是5块钱 然后随便买一包那个小脆肠 就要9块钱 就这个脆肠 一包就要9块钱是吧 最幸福的就是吃好吃的了 爬长城的时候也是 在那边吃香肠 吃得可开心了 到故宫里继续吃香肠 有果子 有果子 不知道是什么果 看着像小沙果 不会在我们家的丑上吗 不会那小果子长得可结实了 哎呀吃光了 真厉害 终于吃饱喝足充电完毕 现在我们要正式开始逛紫禁城了 爸爸在这发现了一口特别特别旧的大缸 看这大缸可有历史了 这里是几百年的沉淀 这是斜河门 应该是一个偏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当今繁忙的社会里 时间如同稀缺的货币 每个人都在不断追逐 匆匆忙忙 然而在城市的喧嚣中 故宫的古老与宁静显得格外突出 他宛如一个时间的守护者 见证着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演进 在这座古老的建筑中 时间仿佛被凝固 每一块砖瓦每一处雕刻都承载着岁月的沉淀 见证着无数的故事和回忆 故宫曾经是帝王的居所 是权力的象征 但如今他更像是一位智者 默默地告诉我们 名利虽重 终究会随风而逝 即使曾经繁华的宫殿 现在也以风烟尽散 只留下一片宁静和沉寂 人生一如故宫一般 短暂而绚丽 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每个人都只是匆匆地过客 孤独而又寂寞 然而幸运的是 爱是永恒的灯塔 它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 赋予我们力量和勇气 让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 不再感到迷茫和彷徨 无论时光如何变换 岁月如何流逝 爱永远是我们的支撑 愿我们能用爱和陪伴 填满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